大河确信,河马一行人的目标正是空 于是用协助调查的借口,邀请空加入了七班 暂时替代受伤的佐警 此时大河正带领大家重新练习阵型 帮助名人,小鹰与新加入的空尽快磨合 小鹰自然没有意见 只有名人嘟嘟囔囔地说自己还想修炼风属性查克拉的变化呢 空自然也是一脸的嫌弃 看着这对天生的冤家,大河也感到颇为头痛 说到查克拉的性质变化,名人赶忙向大河请教 似是知道名人的性格,大河也不推脱 大河告诉名人,普通上人能使用两种以上属性的查克拉 但是每个忍者,查克拉的性质变化是天生的 就算体内有其他属性的查克拉,也只是少量 上人就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才得以使用那微弱的其他属性的查克拉 至于能拥有所有无种属性的人 据大河所知,目前还未曾出现过 但那样的人者无疑都是人间的大佬 而此时,名人想到了用无种属性与自己对战的不封 难道他也是一个隐藏大佬 大河不再多说,正准备带领大家开始练习 但阿斯玛突然出现在背后的大树上 看着大河的行为发出一阵的嘲笑 名人与敌人兑现,向来是脑子跟不上手足的莽夫打法 现在看来,空跟名人的智商不相上下 阿斯玛提出,像他们这样的力量突进型忍者 根本不需要所谓的阵法 在战场上,随机应变才是最好的战术 大河受到阿斯玛提点,转而让众人自己练习忍术 因为名人和空都是封属性 而阿斯玛刚好没有任务,大河就顺手把两人推给了他 看着两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阿斯玛忽然有种上当的感觉 那么转眼便是阿斯玛老师的课堂时间 对于一直吵吵闹闹的空与名人 阿斯玛只能用拳头教训他们 一番警告后,两人总算是可以安静地修行了 阿斯玛告诉两人,查克拉刀的修行 本质上就是提高查克拉精度的练习 要想象着把查克拉作用在一个点上 打击的面积越小,苦无的穿透力就越强 只有做到心无杂念,才能把查克拉的精度控制到极限 当然还有一点,阿斯玛并没有说出来 除了精准度之外,查克拉量的多少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看着树干上被查克拉刀破坏的程度 阿斯玛满是震惊 体内封印着九尾的名人还可以理解 为什么空也有如此庞大的查克拉呢 两人在阿斯玛的讲解下,很快就掌握了要领 其中精神更加努力地练习起来 看着在较劲中进步的两人 阿斯玛内心颇感膝微 另一边,大河收到了刚手的召唤 办公室里,刚手把蒂璐传来的信件交给大河 大河看过之后大吃一惊 原来阿空竟然是当年的守护人十二师之一 河马的儿子 除了这件事,蒂璐在信件中着重提到 空的体内有一股庞大的邪恶力量 这股力量在十年前已经出现断倪 而蒂璐当时刚好外出 回来时只看到火之四成了一片残垣断壁 一众僧人都身受重伤 蒂璐还以为外敌入侵 一问之下才知道 罪魁祸首竟然是当时只有几岁的空 受伤的僧人告诉蒂璐,空突然发狂暴走 一股邪恶的可怕力量从他体内涌出 全四僧人一起出手 这才勉强制服了他 后来僧人们也给空检查了身体 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只能时时刻刻派人监视他 虽然从那之后空没有再失控 但大家还是因为惧怕这股力量 逐渐疏远了他 之所以把这件事说出来 蒂璐是希望能够借助木叶村的力量 找出空体内力量的源头 森林里 阿斯玛亦是亦有的陪着两个人练习苦物 随后自套腰包 请两人去吃拉面 空看到阿斯玛那脏兮兮的腰部 便出言嘲讽 并告诉他 自己虽然记不清父亲的长相了 但是记得 父亲的腰部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 在空的心里 父亲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国贼 而是自己的骄傲 看着蒙在鼓里的空 阿斯玛不忍说出真相 只能默默地关心他 之前在森林里 看到空的爪钩被毁坏 于是便替他打造了一副新的 空还以为是蒂鹿 拜托阿斯玛照顾自己 因为从小就被人刻意疏远 空并不知道如何带人接物 更不知道怎样回馈别人的善意 阿斯玛看到空这副落寞的样子 内心隐隐地心痛与自责 望着空离去的背影 阿斯玛不禁想起了与河马的往事 那时候河马一意孤行 认为火之国只能有大明一个老大 坚持要铲除木叶村 于是与阿斯玛 蒂鹿等人针锋相对 守护忍十二世 也是从那时候起一分为二 最后执迷不误的河马 骑插一招 被阿斯玛亲手杀死 正当阿斯玛独自一人多愁善感时 背后走来的昔日红 打断了他的回忆 空收到了阿斯玛的礼物 正一人走在街上 来到木叶村之后 他那个孤独挂来的心 逐渐变地温暖起来 看着路边的一对父子 这才想起来 刚才应该对阿斯玛说声谢谢 此时名人正在远处看着空 这些日子 自己也感觉到了 这个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少年 有了些许变化 他也不知道两个人 为什么如此相像 但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点 自己才能时时刻刻 感受到这个少年的变化吧 或许在别人眼中 自己也是这样另类的存在 空心里正想着刚才的那对父子 刚走到了一处无人的街道 河马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 空立即警惕起来 随手掏出爪钩就准备战斗 没想到 这人竟敢大摇大摆地走进木叶村 似乎预料到了 空会是这种反应 河马也不着急 只是悠悠说道 那对你来说 木叶村是有方吗 空被他说得一愣 不明白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心有疑虑 但空并不想跟他废话 刚想先发指 不料对方出手更快 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随后河马说出了一个 令他震惊的消息 杀了你父亲的 正是原非阿司马 空一时无法相信 眼前这个男人的一面之词 但河马甩给空两个江旗后 便消失了 看着手中的棋子 空也逐渐把他的话当成了真相 开始失去理智 而另一边 木叶村中 团葬也失去了踪迹 得知消息后 刚手赶忙派出暗部精英 二人们在森林里 发现了团葬的身影 一番交手后 众多暗人将他团团包围 面对团葬 暗部只能以数量 弥补之的差距 同时还抓住了 余忍村的阶细 此时明人正在医院 看望受伤的左警 他并不想跟空掺和在一起 但在左警眼里 他俩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受到空 明人不禁想起了 他在森林里的反常表现 而此时 左警从窗户里 看到了正被暗部 押往审讯的团葬 空一路跟着阿斯玛 想要问个清楚 却不知不觉地 跟着他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里 刚手正在审问团葬 此时大和认出了之前 抓住的余忍村街喜 是根的成员陈次 看来是团葬 派他打入余忍村内部 因此刚手断定 团葬必定掌握了某些情报 便把他当成了之前 图村案件的突破口 谁知团葬不但不把 刚手的审问当回事 反而开口嘲讽刚手 情报能力太差 这种疏忽 迟早会把村子带进深渊 刚手并未理会 此时知道团葬不会轻易招供 便转而把矛头对准了陈次 套取情报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止于刑讯逼供 刚想让一笔洗出手 木逸的两位长老却突然出现 他们此行 正是要保下陈次 原来陈次早就暗中投靠了两位长老 在给团葬传送消息的同时 也在向两位长老输送情报 随后两位长老向刚手解释 之前周边村子的袭击 并不是愚人村所为 而是在火之寺附近 活动的盗墓私人组干的 并且这四个人的目的 正是空 跟随阿斯玛进入审讯室的空 正躲在房梁上 他也没有想到 敌人的目标竟然是自己 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只不过连长老等人 都不知道那伙人的真正意图 而团葬则埋怨刚手 把空这样的危险人物 召集了村子 在他戏里 空气的脾肺肾都要炸了 却没有注意到 此时暗部的忍者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面对团葬的提议 刚手刚要开口拒绝 却看到空被暗部 压到了自己面前 看来刚才的谈话 都被空听见了 木叶的一众高层也不再隐瞒 把事情摆到了明面上来 直言把他留在木叶 确实是个隐患 空间中人已经撕破脸皮 便想起了河马对自己说的话 于是直接了当地对阿斯玛问道 杀了我父亲的 是你吗 看着空的神情 阿斯玛也不忍心再瞒下去 于是坦坦荡荡地承认了 河马就是自己杀死的 听阿斯玛肯定了自己的问题 空陷入狂暴 这么多年来 为父亲报仇 一直是他的心愿 而自己竟然险些 被杀父仇人的糖衣炮弹蒙蔽 空右手的绷带瞬间爆裂 原本的手掌变成了野兽的沼子 静止向阿斯玛攻去 阿斯玛见状不敢怠慢 急忙抽出查克拉刀抵挡 却还是被庞大的力量压迫住 一路破开墙体 阿斯玛一脚将空踢飞出去 空虽然愤怒 但还不是阿斯玛的对手 再加上并不能完全控制 体内庞大的力量 空刚站起来 便又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 藏在暗处的根 趁机甩出手里剑 却被突然出现的名人 用身体挡下 空看着身前的名人满是震惊 然而他已经被仇恨冲回了头脑 跌跌撞撞地爬起身 再次扑向阿斯玛 等一阵邪风突然袭来 众人一时都睁不开眼 等回过神时 空已经不见了踪影 河马已经等候多时 两人坐在村外 河马开始给空解释当年的事情 作为曾经的同伴 河马选择了大明 而阿斯玛选择了火影 正因为有火影的制衡 才会让火之国的决策 出现混乱和疑虑 导致外部的敌人有机可乘 而在河马心里 大明才是木叶村 能够繁荣的根本原因 而他没有完成的心愿 只能由空继承 他体内的力量 正是为河马这个愿望而做的准备 空对他所谓的心愿并不感兴趣 他只想为父亲报仇 河马一直没有向空 透露自己真正的身份 只是告诉空 自己可以帮他报仇 但条件是 空要加入自己的计划 帮助自己扫平木叶村 消灭火影 木叶村里 众人还在搜寻着空 小莹认为空已经离开了木叶 但明人的直觉告诉他 空还在村子里 夜幕降临 明人在冥冥之中 却感受到了一股查克拉的愤怒 而目标正是火影钢手 先军一发之际 明人冲进火影办公室 推导刚手避开了空的袭击 空破窗而入 抬起沼子就直攻刚手灭门 明人则奋力拦下了他 这样的动静 终于引起了静音和暗人们的注意 空窃是不妙转身逃离 明人紧随其后 两人你追我赶的 冲进了夜色之中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